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雁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黄埔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上边讲郑敦国的时候 提到在新中国建立之后 周恩来 聂荣珍会见郑敦国的时候 专门找到郑敦国在黄埔一期时的好友 李其中作陪 那么李其中到底是什么人呢 李其中当初也是黄埔一期中 非常有名气的共产党员 他出生于1901年 是湖南资星人 家里有柏田40多亩 1月24年春 李其中由湖南省出席国民党议大的代表 林伯渠 邹永成 宝剑 投考了黄埔军校 同年5月到广州 进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队学习 1月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历任黄埔军校第三第四期驱队赋 党军第一旅连指导员 第三团党代表办公室主任 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三师 少校营赋 1月27年南昌起义爆发的时候 李其中参加了起义 当时他任赫龙二十军第三师六团团赋 后来他随军南下参加了会昌战斗 朝战失利之后 随着朱德等转战干难 所以李其中实际上在三合霸战斗之后 一直追随在朱德的左右 是朱德得力的助手 也就是因为李其中早年的经历 在建国之后 他曾经写下了黄埔精神永存 梅胡战役一临半爪 会昌成边 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等等 重要的文章 对我们了解那个时候的历史 有了非常大的价值 根据李其中的回忆 在会昌战斗中 他曾经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后来他带着几个士兵几经周折 才遇到了朱德收编的起义军的残部 随后他就加入到这支不足2000人的部队 转战干难 那之后呢 这支部队历经千辛万苦 于1927年11月 辗转到达了广东韶关的离铺头 被编成了一个团 隐蔽在范石生的石主军内 在李其中的回忆文章中 比较有价值的一部分呢 是关于湘南起义 湘南起义 是发生在南昌起义部队失败之后 到朱毛 会师 景阳山 这之间发生的一次起义 湘南起义在中国共产党 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早期 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可以说没有湘南起义 就没有后来的景阳山会师 如果说景阳山会师 一边来自于 毛泽东率领的秋手起义部队 那么一边是来自于 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的余部 秋手起义部队这边 我们都知道 在上景阳山之前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这就是三番改编 对于南昌起义余部来说 具有同样位置的 就是在上景阳山之前的湘南起义 那么要说起湘南起义 就要说一个历史人物 这个人就是范时生 无论是朱德的回忆文章 还是李其中的回忆文章 都有很大的篇幅 谈到了范时生 没有范时生的帮助 或许就没有朱毛景阳山会师 朱德曾经说过 如果没有范时生的帮助 我们这支部队 很可能就打光了 那么范时生给予了朱德 怎样的帮助呢 范时生是孙中山十分倚重 并且亲自授予上将军衔的 国民党高级军官 他深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和三大政策 是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 1月26年春 范时生向当时主持 中共广东区北军委工作的 周恩来提出要求 请周恩来派得力的政治骨干 到十六军 帮助建立政治工作机构 开展政治工作 周恩来欣然答应 马上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 王茂廷 将在广州的云南籍的共产党人 赵冠一 王震甲 伟继光 夏崇仙 马济堂等一批共产党员 派入了范时生的部队 建立了党组织 组成了十六军的政治部 这些共产党员 他们分别担任秘书 科长 股长 以及下属部队的党代表 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 实际上已经渐趋严峻 先于范时生部队 改变成国民革命军的 李宗仁的第七军 唐生志的第八军等部队 在改变的时候 都没有接纳共产党人 3月20日 简里舍还一手策划了中山剑事件 迫使250多名共产党员 退出了国民革命军 第一军和黄埔军校 而周恩来也被免去了 第一军副党代表 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在这样的时候 范时生却要共产党人 到他的部队里工作 足以说明 他同共产党人合作的诚意 以及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 真心用户 共产党在十六军内 建立政治部 设立党代表这一事实 也说明当时 共产党和范时生之间 已经建立了正式的 统一战线的关系 范时生和朱德的私人交情 也是非比寻常 早在云南讲武堂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作为同学 就已经结下了金蓝之交 朱德曾经说过 他们两个人始终心心相忆 1926年7月中旬 朱德由苏联回到上海 7月下旬 党组织派朱德 前往四川的万县 以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 去四川 做军阀阳森的统战工作 从这个时候 直到8月上旬的这段时间 朱德约范时生到上海 他们秘密会见了一次 朱德回忆说 1926年 我从国外回国之后 通过周恩来 得知王德三 王德三指的就是 黄埔军校的教官 王茂婷 通知王德三 转告范时生 秘密到上海 通过见面 我们相见之后 常谈了一次 范希望我到他的部队 当军长 自己退后 我婉拒了 范又要求我 担当他的参谋长 我说 周恩来 胡汉民 蒋介石已经商量决定 派我去四川 万县杨森部 任国民党中央 和国民政府的代表 去劝说杨森部 与吴佩孚决裂 支持国民革命军 北伐进攻相恶 任务艰巨 周恩来 王德三 已经派了一批人 进入拟军 不管他们是共产党 还是国民党左派青年 希望你能够善待他们 朱德还对范时生说 我不在你部 胜死在你部 杨森甚狡诈 争取他十分困难 但他具有川东 及厄西二十多县 佣兵五六万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我不可以不去 对于朱德的婉拒 范时生表示理解 他对朱德说 请玉阶兄相信 我范时生守信义 爱部署爱百姓 坚持支持孙大元帅 联俄联共 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如果蒋里士背叛革命 我也一定和你合作 如为此誓言 天人共诛我 君亦可诛我 1月27年4月12日 蒋里士发动了 412反革命事变 疯狂地屠杀 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不久 蒋里士清党的命令 下达到了十九军 对此命令 范时生置若网闻 根本不予执行 共产党照旧 在十六军内活动 共产党的组织 在十六军中 也是完好无损 如此坚决地抵制 蒋里士的命令 努力保护 共产党人的行为 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 绝无仅有 1月27年7月 十六军奉命出示北伐 途经如成的时候 范时生派兵 捣毁了土匪头子 和其朗的老巢 收缴了他二百多条枪 还从监狱里解救出 猪粮财等农运骨干 这件事情再次证明 在腥风血雨 风云变换的历史关头 范时生是支持工农运动 愿意帮助共产党的 8月份 部队来到了 湘南重镇称州 8月1日 南昌起义爆发 得到这个消息 范时生经过慎重的考虑 给南下的起义军部队写了一封信 说他准备在广东 接应起义军 共同开展 反帝 反封建的革命事业 起义军在9月5日 在福建长厅 收到了范时生的这封信 范时生当时 急切地盼望着 南昌起义军的回信 密切关注着起义军动向 不久却传来非常不幸的消息 起义军主力在潮汕一带战败 损失惨重 朱德率领部分兵力 在三合霸 同前大军部激战之后转移 面对共产党的严重失败 范时生并没有动摇 无法同共产党领导机关 取得联系了 他就设法寻找朱德的部队 他毅然派遣 本军某团上校参谋长 当年朱德的同窗好友 静荣前往粤北 干南等地寻访 可是静荣从湘南到干南 再回湘南 走了一个多月 始终没有找到朱德 范时生当时心情焦急 烦躁不安 这个时候共产党 也想到了同范时生的统战关系 朱德在从南昌起义 到井上山一文中写道 南昌起义军部队南下的时候 安来同志就给我们写了 组织介绍信 以备可能同范时生 发生联系的时候用 朱德于10月2日 率领2000多人隐蔽北上 穿山西进 直奔湘南 10月上旬 他们克服了种种 难以想象的困难 来到了湘 越 干 三省交界的山区 江西 崇义县 西南的上网 这个时候部队 只剩下800人左右 在这里 朱德又一次整顿了部队 使部队的精神面貌 惯人一新 但是部队的积养问题 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这个时候 龙东季节即将来临 大家穿的 还是巴一起义时的那种 单衣短裤 粮食 心想 都是没有着落 尤其严重的是 枪支弹药和被俘 无法得到补充 朱德 陈毅 王尔卓 李其中等 他们多次在一起 商议这些问题 但也没有找到办法 那些天 朱德 吃不下 睡不着 坐不住 成天 为部队的前途而焦虑 那有一天 朱德意外地从报纸上 看到范石生 率领国民革命军十六军 从广东 韶馆 移防到 同崇义 接邻的 湖南 称州的消息 兴奋不已 他从陈毅等人 商量之后 写信给范石生 希望同他合作 过了不久 朱德就收到了 在范石生部工作的 共产党员 韦伯翠 送来的范石生的 亲笔信 信中写道 春成一别 匆匆数载 胸怀 救国救民大志 远渡重阳 寻求 兴邦立国之道 而南昌一举 世人瞩目 地成 赶佩梁申 今虽 赞处 逆定之中 然中原逐鹿 各方崛起 鹿死水手 仍未可知 来信 所提论点 予以可行 帝当 勉力为助 凶若再起东山 则来日前程 不可量矣 帝今 寄人篱下 中非九计 正欲与凶 共商良策 以谋 自立自强 寥寥数语 范石生就把自己的想法 表达得淋漓尽致 考虑到四十七师师长 曾日为 怕因收留 朱德的部队 实际败露 而遭到蒋介石的暗算 有些犹豫 而曾日为 所在的儒城 又是朱德当时 驻地上保 至十六军 陈州军部的必经之地 所以 范石生在信的结尾写道 希望网驾如成 到日为处一物 专此恭候 意思是要朱德 先去做曾日为的工作 并同他商量 他们二人在何时 何地会面 以及如何建立 统一战线的事宜 得知朱德已到如成 不等朱德前来陈州 范石生就亲自赶到如成 面见朱德 朱德提出三个条件 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 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 我们就什么时候走 你给我们的物资补充 完全由我们自己来支配 我们内部的组织和训练工作 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 你不得干涉 经过短暂的交谈 双方达成了三条协议 一 同意合作后 朱德部队的编制 组织不变 要走随时可以走 二 红军改用 十六军 四十七师 一四零团的番号 隐蔽起来 朱德化名王凯 任四十七师副师长 兼一四零团团长 三 按一个团的编制 先发一个月的心想 然后立即发放 武器弹药和被俘 而这后两条协议 还是范石生 主动提出来的 就这样 南城起义军 余部 和范石生 十六军的 武装反抗减列时的 统一战线 顺利的建立起来 范石生 说一不二 办事雷厉风行 很快就运来了 可以装备一个 整团的军需物资 朱德后来回忆说 他接济我们 十万发子弹 我们的力量 又增强了 他还一个月 接济万把块钱 医生 吸药 备单 当时在范石生身边的 严重英 回忆说 范石生 对他说 这支部队 现在还穿着 单衣短裤 没有盖的 天气这么冷 就得先把棉服军毯运过去 我从侧面了解了 范石生 对这部红军 是按照一个团的 军需物品和良想等 予以补充的 那么在合作期间 朱德以石六军 总参议的身份 不时的和范石生 会晤 与他共同探讨 当时重大的 理论政治和军事问题 在朱德的帮助下 范石生的思想 有了进一步的变化 加深了 对共产主义的 理解和认识 范石生曾经拿着 政治经济学 和辩证唯物论 这两本书 让部队的教官看 他说 马克思的学术很深 辩证法更不易懂 你们年轻人脑子灵活 细细琢磨 会懂的 他不仅让自己部队的教官 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还邀请朱德 到军官团演讲 让中下级军官 听朱德 讲解马克思主义 和共产主义 这段时间 范石生还做了三件 帮助共产党的事情 甚至准备和朱德 公开的竖起 反对奖励时的大旗 他任由朱德 在当地联络 和发展革命武装 任由朱德 在人化 曲江等线 打土豪 分田地 开展土地革命 当时遭到打击的 土豪猎身 跑到广州 向广州行政主任 李济深报告 李济深打电话 给范石生 说你不有共产党 要查究 但范石生 不予理睬 广州起义 举行之前 中共北疆特委 传来了广东省委的指示 要朱德 率部参加 范石生当时 还专门拨给了朱德 去广州的火车 只是因为 临上火车的时候 得知广州起义失败 这才终止 此后 朱德和范石生 分析了 敌我力量对比 以及所属部队的 实际情况 决定把部队 拉到广东的 雷州半岛 取得海口 以求得 国际上的援助 然后再向 跪越 滇越边境发展 扩大革命力量 范石生和朱德的 这些商量和计划 都写在 李熙中的 回忆文章里 因为当时李熙中 担任的是 南城起义军渔部的 教导大队队长 是朱德的 得力助手 所以跟朱德 接触密切 能够知道 这些极其重大的 秘密决定 1228年初 蒋介石发觉 南城起义军的渔部 隐蔽在 范石生的部队里 所以就下命令 要范石生 解除起义军的武装 呆鼓朱德 接到蒋介石的密令 范石生考虑再三 决定让朱德 暂时离开 躲开眼前的灾难 他给朱德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并没有能够 被保留下来 但是1962年 朱德仍然十分清楚地 记得 这封信中的主要内容 他在1962年的6月 同陈其涵 杨志成等同志 谈话的时候 曾经说过 我们临走时 范石生还给我们 写了一封信 表示他的诚意 我记得大意是 一 熟能医治 不是杀人者能医治 二 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 你们还是要走大路 不要走小路 三 最后的胜利是你们的 现在我是爱莫能助 朱德帅部离开的时候 范石生又派人送来了 几万元的献羊 和一批枪支弹药 及军需装备 当时石油军 政治部科员吴登云 和其他部分官兵200多人 也跟着朱德的部队 一起走了 当朱德帅部离开的时候 范石生手下有人建议 马上派兵追击 并与附近的驻军联系 将朱德的部队包围消灭 但是范石生未雨几采 安兵不动 连装模作样的追击令 都没有发 事后 范石生以诸部叛变 上报奖励时 了结此案 然后就称病 前往广州养病去了 也正是因为范石生 对南昌起义 余部的这种帮助 使得朱德 陈毅 王尔卓 李其中他们 有时间 为湘南起义 做出了准备 李其中回忆 朱德最初 是没有湘南起义 这一计划 当他们离开韶关的时候 本义 是打算去海陆丰 与广州暴动 失败之后的余部 汇合 随之走到南雄附近 却发现南雄 已经有方顶应部的 一个尸 挡住去路 南雄通不过 朱德只好带着队伍 折转北上 到达人化之后 再记忆后续的行动 当时熟悉 湘越边境 和湘南地势的 李其中和公楚 他们就向朱德建议 把部队 开到湖南宜璋的 满山洞进行修整 经过讨论 朱德采纳了这个意见 12月28年1月12日 朱德率领队伍 从祁石村的彭家出发 在当天下午 智取了宜璋县城 这就拉开了 湘南起义的序幕 秦县是 湘南十几个县的首府 占领了秦县 也就是秦州 就标志着 统治了大半个湘南 影响非常大 附近各县的青年农民 得到朱德部队 到达秦县的消息之后 也纷纷赶来投军 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 也主动联系 请示分配任务 几天之后 朱德、陈毅、王二卓 率领主力部队 继续北上 准备攻打磊阳 攻克磊阳县城之后 李其中就被派回老家资星 联络当地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 组织资星暴动 为了打击国民党资星县长 李政权的嚣张气焰 李其中到达资星之后 与党组织的领导人 黄一早商议 调集农民赤卫队攻打县城 并派曹亮华、袁才奇赴永兴县 搬援兵 1928年2月28日下午 永兴农军300多人 在黄世凯、胡隆彪的率领下 开赴三都 与资星农军400多人会合 稍作休整之后 当晚向资星县城进攻 四日凌晨 农军接近县城的大尾脚下 李其中命令号兵 吹响了冲锋号 农军猛扑县城 顿时裸骨齐鸣 杀身震天 县长李政权从梦中惊醒 组织人马仓促应战 但是农军攻势甚猛 所以李政权胆怯心虚 不敢练战 弃城逃跑 农军随即就占领县城 救出了被关押的一百多名同志 处决了几个最大恶极的土豪猎身 黄一早和李其中 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太大 为了保存实力 命令农军 主动地撤出了县城 返回永兴 3月6日 资星县 苏外政府在三都成立 而这个时候呢 李政权卷土重来 重新占领了资星县城 为了夺回县城 宫东革命军第一师党委 湘南特委决定联合作战 命令银子韶黄河城 率领永兴警卫团 蒙九龄 率领陈县第七十一个团 援助资星农军 再次进攻县城 陈县农军开到李渔江 永兴农军开到三都 资星农军在黄一早 李其中的率领下集结待命 三县总兵力三千多人 当时工程的部署是 资星农军与永兴农军担任主攻 陈县农军在东江一县截断敌人的后路 三月九日凌晨 三路农农呐喊重逢 向县城进攻 李正全看见农军人多势众 而援兵未到 所以再次气声逃跑 这样农军就第二次占领了资星县城 没想到李正全出城之后 正好遇到汝城县和其朗派来的一个营的援兵 所以他就调集了驻守在城外的渔兵 与援兵一起气势汹汹 想要夺回县城 他们顺利进城之后 发现店门紧闭 街头一片安静 正迟疑间突然一声枪响 从各条街道冲出一对对的农军 李正全和营长朱鸿仪 被打了个措爽不及 只好命令部队退出县城 等待机会反扑 李其中决定采取 梦中捉鳖的战术 消灭敌人 两天之后农军故意的撤出县城 李正全以为农军武器低劣 不能守城 就邀请营长朱鸿仪入城 当夜农军再度围成猛攻 李正全大败 朱鸿仪的一个营伤亡了三百多人 不得不率残步逃回了入城 资兴暴动胜利之后 农军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资兴独立团 李其中任团长 1月28年3月下旬 蒋介石调劫了七个师 向湘南苏区南北夹击 为了保存实力 朱德决定将队伍撤退到井康山 他率领主力部队 由磊阳、京安人、查林 向井康山方向撤退 同时命令陈毅 率领驻扎在宜张、资兴的农军和革命群众 从陈县、资兴 也向井康山方向撤退 这样李其中黄一早就率领了资兴农军1600多人 也撤出了资兴县城 当时国民党军队十三军二十的一个团 伪追上来 陈毅命令陈县七十第三团迎接来敌 在团长蒙九龄的率领下 三团在资兴城内与敌人展开了巷战 蒙九龄是贵州黎博人 参加南昌起之后 就跟随着朱德陈毅转战在湘南 为了加强农军建设而被调到第七师 在资兴巷战中 他身先士卒冲杀在前 双方战斗激烈 国军这边伤亡惨重 农军损失也很大 牺牲了三百多人 蒙九龄和他的爱人 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幸亏何长公原本才率领二团赶来支援 这只断后的农军才得以顺利脱身 踏上了前往井冈山的道路 那么当陈毅率领的湘南农军 和党政机关人员会合之后 在资兴的彭公庙 湘南特委召开了会议 研究上井冈山的问题 特委负责人执意的不愿意上井冈山 带着特委机关人员离开了部队 向南转移 结果在安人磊阳的边界上 全部被国民党抓住 惨遭杀害 而陈毅何长公则率领部队 与朱德部会合 朱毛井冈山会师的时候 朱德的部队是两千多人 湘南农军是八千多人 毛泽东的部队是一千多人 王佐 袁文才各三百人 总数是一万一千六百多人 两千多只枪 其中人数最多的就是湘南农军 湘南起义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 具有非凡的意义 因为这是在党的领导下 由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 和湘南地方党领导下的地方武装 统一行动的一次武装起义 因为党和群众的基础比较好 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的发展起来 进而取得胜利 武装起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 这是湘南起义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 湘南暴动之后 部队很快的在建党建军建政和土地革命等方面 都做了大量的尝试工作 加强和恢复了党的组织 先后帮助宜章 称县 磊阳 永兴 滋兴等县 建立了作外政权 扩大了红军 组建了地方武装 打击了封建豪神势力 湘南暴动既有先进的经验 也有不少的教训 那么南城企业余部和湘南农军 上了井杭山之后 就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带上了井杭山 为井杭山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土地革命建设 提供了蓝本 会师之后 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朱德任军长 毛泽东任党代表 毛尔卓任参谋长 陈毅任士兵委员会主任 后来改为政治部主任 下辖三个师八个团和一个军职特务营 朱德张子清陈毅分别兼任第十师 第十一师第十二师市长 工农革命军自行独立团 被编为十二师第三十六团 李锡中任团长 黄一早任党代表 我们很多人了解的历史 朱某井杭山会师 旌旗招展前途一片光明 但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 公处曾经回忆说 会师初次见面之后 当晚大家聚餐 毛泽东在席间侃侃而谈 讲到前途光明 得意的时候哈哈大笑 可是讲到现在经济粮食困难的时候 立即愁眉苦脸 长絮短叹 这也点明了当时的实际困难 这就是粮食供给 井冈山养不了这么多的人 部队改变之后 随即进行了短期的军事训练 李锡中率领三十六团 随着第十二师 经过了一系列的战斗 尤其是在黄澳战斗中 自行农军武器较差 部队伤亡比较大 李锡中因此受了处分 改任参谋长 黄一早接任团长 在拿山部队整编 十二师的番号被取消 称县 磊阳 永兴 滋兴 四县武装组成的33团 34团 35团 36团 合编为30团 列入第十师的序列 五月底部队从拿山 再上井阳山到达大井的时候 因为粮食供应不上 军委仓促决定 将永兴 磊阳 称县 自行农军组成的30团 重新分开 继日返回湘南 就地开展游击战争 就这样 刚上井阳山没多久的 湘南的农军们 又回到了他们湘南的家乡 可是他们回去没多久 就遭受到重大的损失 队伍很快就被打散了 而队伍被打散之后 李锡中去广州 找党组织 结果不幸被捕 出狱之后 就和中国共产党脱离了组织关系 他又回到了国民党的阵营 曾经担任 庐山中央军官训练团的教官 军训部上校参谋 1937年8月 李锡中毕业于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 后来又担任了军训部 兵役研究班少将副主任 1948年曾经担任过第16绥靖区 咸阳少将副司令 最终李锡中又加入到统一战线 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 1949年后 他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专员 1950年他任政务院参事 1954年任国务院参事 1986年又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9年9月28日在北京逝世 中年是83岁 建国之后 李锡中在1956年 参与了当时著名的十八参事上书事件 十八参事上书 我在讲胡公勉的时候提到过 这是在1956年 根据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当时李锡中 范普斋 李一平 陈修和 张志和 安若定 左宗伦 张有江 廖华 李中公 胡公勉等 18位国务院参事 联名向周恩来总理 汇报工作 直言 中共的统战工作 有偏差 在上书中 他们提到 我们的意见是 要切实检查统战工作的作风 纠正偏差 同非党人士接触 应方式多样 深入实际 个别访问谈心 容易听到尽情尽意的真话 而不是台面上的官腔 多在行动 及事实上 与人以鼓舞 以开心风 真正展开批评 与自我批评 多听意见 有错认错 报告希望能够及时地解决这些问题 以消除有关人士的疑虑 根据国务院参事们的意见 党中央和国务院 在全国范围内 全面检查党的内外关系 国务院也开始着手 提高参事的政治生活待遇 国务院全体会议开会的时候 允许参事室派三位代表 列席会议 允许国务院参事 列席政协 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 允许国务院参事 轮流参加政府举办的一些 大型的招待宴会等等 当年国庆节 全体参事 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与毛泽东周恩来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 参加了国庆观礼